大家好,我是阿柴 我早兩天推出了一個關於三隻大品牌的12窩的無炭冊 德偉、木田和Milwaukee 大家猜猜哪一隻是RPM,即是轉速最快 轉速最快的3300是Milwaukee 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第二就是IPM的每一分鐘的衝擊力 4000都是Milwaukee 那扭力163的牛頓米就是德偉最新的這一支 有些人說速度不是最重要 正常的,很多時候速度我們不需要 但是現在很多都已經用衝擊批去代替電批 其實速度的用途是轉木的方面 會比較有用一點 轉金屬我們一向都知道 轉金屬是萬速要1號的扭力 扭力大,不是要速度快 第二就是想說 為什麼Milwaukee速度最快 難道Milwaukee是最好的? 當然,是師傅人的 以及自己在用什麼牌子 沒有說哪隻牌子是最好的 但我們要公平一點 木田111的時候 都三年半四年前出 以我所知大牌子品牌 不要計算這三隻牌子 以及大牌子 木田111 差不多是最早一個出無碳冊的12W 一出市面就贏了其他牌子 速度、衝擊力、扭力都贏了 就是有碳冊的 第二,大概兩三年前 Milwaukee出了這把無碳冊 我那時候很喜歡 因為始終一件事 真的有18W的感覺 但是就得位這一把 雖然速度和 impact 都不夠前 即是木田和Milwaukee 但有一點就是 你要速度 你就要放棄扭力 扭力163牛頓米是最大的 那兩把好像是130 但是30個牛頓米 都算厲害了 沒辦法 速度和牛頓米 即是力度要二選一 第二件事 下一件事 就想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 哪一把好拿手一點 我自己覺得哪一把最好用 當然啦 這是我自己的意見 我一向都喜歡Milwaukee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Milwaukee12W 大家用都知道 它在後面就很快鬆的 這個是它的缺點 還有它握手 其實沒有那麼舒服 短它都夠短的 那幅圖拍出來 其實三支都非常短的 很接近的 你說我覺得最喜歡的 就是新的那把 得位的12W無炭冊 手感每一方面都很舒服的 就這麼多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便問 謝謝大家